嗨 大家好 我是寶可夢 非常的開心齁 我們度過了一個非常非常令人覺得 好辛苦好辛苦的一個六月份齁 就是基本上幾乎每天晚上都一支影片 我拍這個東西也做到快要死掉 然後也花了好多錢出去齁 因為基本上我的這個小白字的字幕呢 我也是我會請這個身邊的朋友來幫忙協助做校正齁 那一支影片五百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禮拜三一個月三十支的話 你大概基本上就是一萬五就噴掉了好不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真的是花不少錢 花了不少時間去做 也非常的謝謝大家讓我們有這麼好的成效 到底成效怎麼樣讓我們來看一下齁 因為真的是覺得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難得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齁 這邊是我youtube studio齁 然後你在後面這邊看到他說 在過去一週裡面呢 透過youtube以外的頻道來 平台來看我這邊的已經有了這個 原本是平均是一千兩百次嘛 現在漲到兩千七百次 這真的很難得齁 就是我的影片廣告次數上面寫到就是 往上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一齁 這完全都是因為就是非常謝謝大家 就是真的很認真的就是來follow寶可夢 讓我們有這麼好的成效齁 所以這部分的話這個回饋就是 honor全部都是要回饋到大家身上齁 所以我們七月份的部分呢當然不可能這樣子衝來 因為這樣衝下去我真的是會死掉齁 就是沒有太多的時間來從事經營其他的平台 比如說我還是希望能夠進行instagram 然後拍一些漂亮的照片給大家看 那我可能也需要持續的寫文章在我的blog 跟我的pressplay上面 那包括我們的facebook也要花很多時間去經營 所以我沒有辦法就是每天都一直產生一支影片 除非我完全以這個為主力啦齁 但是還是有點困難 所以我稍微做了一點點調整 讓大家在七月份也是可以持續的看到寶可夢的影片轟炸好嗎 但是呢也完全不會降低我們的影片品質 一樣都是非常好的 讓大家可以看到漂亮的圖表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我們的小白字的部分 一樣都會持續的提供給大家 也希望大家要持續的支持 我會持續的把最好的內容提供給大家好嗎 那我們就是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七月份應該會做怎麼移動呢 那我來先跟大家講一下我們七月份原本就會有的內容 我們每個月的 每個禮拜四的晚上八點半呢 一樣都是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直播 那這個直播的部分呢 是每個人都可以來參加的 不管你是不是有平常在看影片 或者是我自己facebook那邊的鐵粉 中時粉絲都很歡迎你一起來參加我們一個小時的直播 大家都可以暢所欲言隨便聊 然後當中有什麼最新的銀行趨勢 信用卡趨勢 金融趨勢 我都直接跟大家線上聊天 把我知道最新的消息跟你講 然後還有就是八卦嗎 銀行界的八卦我知道的任何最新的消息 包括銀行基金要跟我們合作 有的一些好康 我都會第一時間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所以直播七月份有五場 好 7月2號 7月9號 7月16號 7月23號 7月30號都有 然後我們在直播的中心 也會穿插一些我們就是MGM活動的一些抽獎 好不好 這部分的話就是完全公平公正公開 在我們的平台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有機會的話也會邀請一些我的朋友啊 就是我覺得還不錯的可以來聊聊一些議題 在我們的直播裡面穿在一些直播會客室的部分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7月26號這邊下面有看到有一個 新獎堂有一個理財演講 這個是在6月中旬的時候 新獎堂跟寶可夢確定要開的一堂課 好 這是兩個小時的課 然後只收費300 但是在三天之內就已經額滿了 所以非常的不好意思 但是這一天也是我會花時間 去準備跟大家分享一些投資理財的一些注意事項 好 第一堂理財課 好 那也許成效好的話 有可能會做第二堂或第三堂 但是就是一樣要看第一堂大家的那個 一起來學習 一起來聽講座的這個反應 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覺得大家還是可以期待 如果你有報名到 你真的很幸運 因為很多人後來都報名不到 因為馬上就而滿了 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7月份的影片發布時間呢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好是 總共會發布八支影片 好 在禮拜六的晚上十點 跟禮拜一的晚上十點 好 總共會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支影片 持續的發布 好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們在7月1號跟大家簡單分享 那可能就沒有要講很重要的話題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在7月2號也就是禮拜四的晚上八點半 我們就會碰面了 那再來的話呢 7月的這個四號 好 禮拜六晚上十點 一樣可以在線上相見 再來的話就是禮拜一晚上 所以接下來的程序就是146146146 好不好 幾乎每隔兩天就可以看到寶可夢一支影片了 不用覺得 暢然若失 我一樣 天天在網路上面陪伴大家 好嗎 好 那你一定很好奇說 天哪 你有那麼多東西可以講吧 首先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台灣的信用卡呢 其實是瞬息萬變的 這個金融市場一直在不斷的改變 就跟這個股票一樣長長跌跌 所以7月初的部分 很多銀行都會進行這個所謂的權益優惠更新 我也會在第一時間裡面試情況 晚上馬上錄製影片直接上傳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的話呢 就是一樣可以期待 雖然說有好幾個那個晚上都是空的 但是我也沒閒著好不好 有最新最重要的消息 我一樣會錄製影片 做簡報跟大家分享 那麼第二點的話就是 到底有那麼多理財薪資可以分享嗎 真的有嗎 你可以看一下我後面這邊有這麼多的書 像我自己最近在讀的書 就是這個理財盲點 理財盲點我覺得裡面有非常多很重要的資訊 關於理財方面的 其實都是可以整理出來變成是 一次的這個所謂的分享的節目跟大家講 所以我覺得這是大有可為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目前正在閱讀的 我看一下還有兩本吧 一本是這個原子習慣 原子習慣的部分的話就是 我接下來會用比較多的篇幅 來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學習心得 那這些我也完全都是免費的 可以在線上直接看 那第三個就是 非懂不可的七堂經濟思考課 這是蠻簡單的 它就是有一些圖表 然後就是有七個不同的經濟學家 它所主張的不同的理論在不同的年代裡面 然後它就是 用一個淺顯易懂的方式來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這個也都是很好玩的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就是 能夠有一個自己的節目跟單元 來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所知所學 所以在準備這個課程的內容的當下 其實我自己也在學習 對我來說也是一直不斷的成長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能夠持續的做下去 但是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必須要做一些不同的平台的分配 所以我基本上一個月只會產出 八支理財信用卡金融相關的影片 在我們的頻道上面 然後剩下的五支是直播 所以這部分大家就是 還是需要就是 多多體諒一下 因為我還是有很多的東西要做 很多的文章要寫 然後Money錢雜誌那邊也有 我自己的專欄 都要花好多時間寫 所以也請大家就是多多包涵 那我一樣會盡我最大的努力 去產生最好的內容給大家 好嗎 所以請大家就是不要覺得失望 寶可夢一樣還是會 努力不斷的學習 不斷的整理好的資訊 尤其是理財賺錢的部分 持續給大家好嗎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歡迎你趕快來訂閱 那麼每週一四晚上 都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小鈴鐺記得開起來 按個讚好嗎 好 覺得這支影片有幫助 有必要讓你身邊的親友知道的話 趕快按讚留言 分享出去跟你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理財 一起來了解信用卡的奧秘之處 大家一起來賺錢 一起邁向財富自由好嗎 好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